早安 各位朋友 很歡迎大家參加今天我們 微軟國際合作夥伴協會舉辦的一個reparis 就是Microsoft的Azure的MVP Most Valuable Person 所以我們借這個機會邀請他上來和我們做一些分享 但是今天的分享裏面我們不是特別講一些技術 或者是做些什麼comparison的東西 反而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究竟Syris裏面在mentoring那方面 有什麼心得裏面可能可以借鏡得到 不管我們對著一些學生或者一些專業人士裏面 大家互相交流的過程 為什麼做得更加好的效果出來 是的 今天這個活動基本上 我們的目的就是想達成這件事的 當然我說了很多東西就是我的角度看Syris 那反過來 我也想Syris給我們多一點知識 不是知識 是一個資訊給我們 究竟你以往來講 有一個年輕人去到學習的過程 接著進入這個職場 那為什麼在職場裡面又去到教育這個方面呢 有沒有一點點的分享給我們 因為我相信很多朋友對你可能都很有興趣 究竟這位朋友的背景是怎樣的 為什麼要用這些方法這麼有效 其實是很疊弱的 之前都沒有想過教書 一年輕人去講 讀完書 然後做programming那些 development那些 寫了幾年program 其實那時候就第一次先去報石市 因為太忙了 被人踢了出來考 即是發了考慮 接著都很慌慌的 哎 哪來轉一份工作方便讀書 補完那個銜頭 讀了半了被人踢了出來 哎呀 又來這個 那我就過去教一下書 就是晚上方便讀書 所以這樣走了去教書 那接著讀射士 讀兩年 晚上讀完就出來的 那我就繼續教 其實教書又發現安學會有趣的那些東西 就是等於是某程度上都喜歡講話的 就是其實做programming那些就少一講 其實講話就開心一點 變成了教書 教了兩年都可以 接著其實也做得順順的 一開始做 因為某程度上 我是技術的 其實在學校比較技術的 其實有些教學是適合我做的 或者變成大project 或者什麼 其實就去看了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 那時候無端端為什麼又做tags 走去教書的呢 其實本身是興趣來的 對於我來說 我本身都什麼都做的 就是沒有計算之前 我其實做一些資料的 就是我去讀master 我去讀數據分析 就是炒到飛起 考試就真的 就是成績不好的 不過那些資料我就可以 因為我全部寫program做 但是考試全部拿筆做 那雖然考春試我都炒的 那但是合格啦 那就是一定考得不好的 那但是其實就 如果說automation 或者真的做到production 就只有我 那就是讀書是這樣 讀書成績永遠都不好的 這是我人生的經驗來的 我沒有一次讀書都好 我考春試都不是很好 今天我拿筆 我真是老爹 可能我懷疑了 至少讀書都讀寫的 我想說 我一寫字就不行 但是其他東西我很可以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我會教東西 我教technical 或者教 practical 我會比較 甚至我自己是很有難度的 對我來說 你叫我用很傳統的學術 那其實某程度上 玩ivy就好像好玩些 其實挺好玩的 搞這些職業訓練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我收到的學生 或者我對的那些學生 不是的 真的跟我都有點像的 就是都是讀書 不是這麼對的 就是你叫我背書 我都是炒到飛起 因為我們這裏做事 就很貴多 practical 其實我本身就很 practical 我就很適合做這些 所以就一直 差不多都搞十幾年輸 轉來轉去 升下職 現在就做到高級講師了 其實我現在就直接開 program 就是我開課程 為什麼突然會跑去搞雲端 其實也有少許多謝這份工 因為我八年前九年前 施政報告突然說要搞數據中心 搞雲端 其實香港也不算很out 因為他八年前九年前說 這個社會需要數據中心 其實雲端數據中心 我一走說雲端 不如一批那麼出 那我開頭就找我搞 我搞課程 其實就學了 就看了 那時候都沒有人懂什麼叫做Amazon 完全沒有去中學講 買書的 是淘寶來的 就是跟著講Microsoft 或者講任何Vender 其實他們都不會幻想到現在的那些東西 所以走了很多年 其實就從沒有人懂 走到很多人懂 也是因為做這個範疇 其實就玩很多technology 也都有很多Vender 因為其實我做事 我做volunteer的 多份都是 因為我講了一句 因為學生做事就不是求財的 就是學生做事某程度上就是 有沒有些人 那個社會沒有的 缺的 或者有些人 就是幫到人 因為如果你求財 就賺錢 那我搞職業訓練 或者搞學校 永遠都要學生做很多項目 或者我們都要做很多 就是想一些事情來做一下 就是不要說比不比賽 就是找一些事情來做一下 找一些有意義的做一下 其實就做了很多 做一做越來越多有意義的事情 即刻刻刻刻刻刻 其實就 可能做得好像多 又多人認識 那些學生 其實可能我們經常拿獎 其實都很關那個topic 你真的做些事情 就是沒有人做 因為賺不到錢 沒有人做 不是那件事沒有用 或者不好 其實我那個方法很清晰的 就是第二天的訓練就是 下手下腳 還有其實 現在經常說project base 我們是project base 是end這麼多年 都是那句 你見工 你賠書 有什麼用 你做到有個結合 你做到有個比賽 有個獎 大家看到一些output 有demo 對於這些學生 去找工作做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因為GPA其實是一個去數 因為GPA的水分很高 任何課程的GPA都有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的教育是有些變化的 就是以前的教育就是順技術 科技術 尤其是技術 但是現在你混了很多東西 混了很多什麼普通話 語文 小雞翼 體育科 全部跟你算 有人說GPA貶值 其實某程度 那個education已經 變得很vage 以前的education很focus 現在的education很vage 變成了就是 如果想學生有些outstanding的東西 其實就不只是看分數 因為分數現在有些混水摸魚 有些很高分的人 其實做不到事情 那其實那些僱主 中了一兩次招 其實就不想看 那變成有時候 就做bending 就是做一個課程的bending 有時候做多些比賽 見多些人 叫多些學生出去講多些talk 當然怎麼可能講talk 你有話要講 你不做project 你說什麼talk 那所以就讓他們去 講多些東西 去比賽 這個比賽其實就操了個膽量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正真說 寫一下東西 寫program 很多人都寫 不過反過來 你說要train一個人出來 大膽講話 成其實在學校那一教 這個是我這麼可以告訴我 就是 國學生第一次出來 一定錄到爆 就是震了 那沒有問題 狂叫他去比賽 狂叫他上去講 那麼客客個人就大膽了 那其實這個所謂客客大膽 之後他做什麼都好 尤其是你做 做事 做什麼project 做什麼工 做什麼位 其實怎麼可能 怕事 怕 那個膽要嚇回來 學校就嚇不到 我驚訝 我怎樣嚇他 他都不怕得去哪 但是如果我上台 看著幾百人在比賽 或者你被 DT Award 被你這班人圍住 他嚇到他們 就是他們嚇慣了 其實你做什麼都OK 就是AWY他們 你知道的 其實他嚇到很大膽 雖然嚇到他們 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怕 變成他們去搞startup 去present 去拿proposal 搞VC 什麼都做 其實這些是 我覺得technical 我們會搞得好的 因為本身我的technical很強 還有其實 我有個宗旨 就是盡可能自己什麼都不要做 拿了VANDA回來 直接搞算了 因為 做完出來沒有認受性的 但是如果Microsoft弄的東西 Google弄的 Amazon弄的東西 其實業界要的 就直接用 不用搞的 那麼複雜 所以我設計 就是我的courses 基本上是 比較特別的 我是全VANDA 基本上還有一些很GENERIC VANDA沒有什麼provide的 那些局勢要弄一下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全部VANDA provide的content 整個課程都是provide的人 考證書 又說得直一點 就是說課程認受性 很難說有什麼課程有人認受性 就算大學也好 你也很難說什麼業界會認受你 什麼行為什麼課程 但是別人一定認VANDA 就是 你沒可能不認Microsoft 不認Google 不認Amazon 所以其實有一個叫Beaturing 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就是讀他們VANDA的東西 考他們VANDA牌 就算他不看我這個學歷 什麼都不看 其實現在都發現真的不看 很多公司真的很神奇 基本上 沒有可能 學生根本就不要說I'm not free 根本上就沒有可能進去的 香港的學生不肯去的地方 本身就是 但是都能進去 其實現在 因為他就不在乎你讀什麼 他老闆就跟人事部說 你跟我拿一堆人回來 我已經有一堆人有牌 其實沒有嘛 那為什麼這個人沒有Degree 但是你找不找到他有Degree 有這個牌給我先 就是那個人事部 就是那個老闆跟人事部 那你找到的 我當然要那個Degree 你找不找到 一個人找到 那怎麼樣 那什麼 那整個團隊都是我的學生 結果到最後 那這些基本上 你現在很多 真的Cloud有關 Defsoft有關 那些隊伍 其實你周圍問一下 你都會看到是多了 我得業生 因為那些通常都是不知道 那些人在聶園找我 或者在聶園找到我 然後其實 就是解決人事問題 那我說你 你請不到的 我就幫你Fill 不過就先說明了 這些是沒有Degree 那我發現現在開始都不管了 因為一來經濟不好 經濟好呢 其實請過什麼都不懂的 然後坐幾年 其實公司都OK的 但現在經濟不好 你坐幾年沒有東西交 其實已經坐完了 那所以現在他們變了 經常說Skill first 其實這件事 反映經濟不好 其實沒有我的角度 就是經濟不好 所以現在說Skill first 經濟好當然是Degree first 請過Degree坐在那裡 排頭都很低一點 一群Degree在那裡 我坐滿他 那我拍照都很低一點 那現在就變了不行了 真的要交東西 那就變了請多些要做事的人出來 就是我看到那個情況 和我慢慢看到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不和我們談 但是現在因為真的要Labor force 就要找我們 就是這樣 OK 很感謝Thyras 你分享了你的背景的資料在那裡 其實有個有趣的地方 剛才你說你是讀書不厲害 其實我絕對相信你學習的能力是超強 要不然你的技術的層級都不好 所以我跟他講 你不是讀書不厲害 你是考試的部分 是不懂得拿 其實考試的技能是另一件事 也都被別人和我學習的能力有關 沒有什麼關連 你叫我理解這些東西 我明白我都寫不出來的那些人 尤其是寫中文 所以我是正常的學習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很恩 是的 我覺得你本身 我只是講的empathy 其實你本身也知道 那些學生裡面 他們是有能力在那裡 只不過某個範疇 剛才我們說的 你考試那方面 未必那麼容易拿捏不到 所以能夠發揮到他們所場裡面 剛才你也說了 不管他們的學生 最初來到你們院後裡面的 可能是presentation 加上其他 因為很混亂的 其實是年輕人 在那個位置裡面 也找了一些不同的方法裡面 讓他們參與其中 也都可以借助外 在一些不同的機會裡面 使得他們能夠成長得到的 那看你說的Roy 或者其他Solomon 那些都覺得很神奇 在表現的confidence出來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那些學生 進到我們這些學校 他們在戶口炒了 其實他們真的有點down 但是其實 其實不關事 因為過來人 真的不關事 這些東西 在人生之中 你跟我說 你考拜阿衰 有什麼影響 你考充死死了 你人生大部分的時候 有什麼影響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在小朋友的角度 在那一刻 其實某程度上 他覺得好像塌樓 不過事實上是真的不關事 有程度是要肯定 所以有時候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者做一些practical的事情 讓他們拿回信心 其實他們不會做不到practical的事情 因為practical的事情 是技術 是粗就做到 不是說要天才 很多位 還有第二件事 因為你本身的能力是超強 我經常感覺上 如果我是一個學生 我都會覺得 這個mentor 基本上他有超能力在那裡 所以只要自己嘗試去做 或者有什麼事情 他覺得是 可能有些challenge 可能他覺得是找你 其實你都某程度上 給了一個好的方法 是啊 因為我叫他做 通常我都會做的 有些我做了 我叫他做多次的 或者我做完了 然後叫他做多次的 我就是隨他玩一下 通常都是 其實他知道一件事可以 其實我會告訴他 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都是你講的方法 不會叫他做一些天花龍 我一定不行 但我明知道做到的 我就找他們做 這樣 都ok的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教technical college 是叫 我是比較適合教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 我最喜歡飆東西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飆東西 就是興趣的 就像現在我睡覺 那些事都要做了 人家問我 哇 你怎麼做 我寫完這個program 我做了我的job 不是代表不是我做 是不是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人 從小到大都這樣的人 總之我有些什麼要教 我就是這樣 那我都是很主張 這個概念給一些學生搞的 因為其實你學了一些技術性 你就apply多一些 在你的生活上 就是我教你弄這些 教你弄這些 或者你現在有空閒這些 這樣想辦法學這些是重要的 還有你剛才說了一些有意義的project 其實那個也是 因為年輕人裡面 真的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如果能夠幫助舒緩 這個也是有一個貢獻在這裏 OK 那我們有位朋友 Gordon在下面 Gordon 好了 你看到螢光波 Gordon這位朋友 Hello 雖然不是你們Ivy的學生 但是都是別的院校裡面的學生 Gordon 你說一兩句 有關自己的背景 然後看看會不會有些問題 你想問一下Cyrus 在這裏學一學師 好嗎 好 那我就是PolyU Speak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的一個學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是的 其實問題的話 其實想問一下 其實practical project 那些其實是要怎樣 organize才會好些 因為其實都 project上很多暫時學的 都是比較theory based 但是實際上上手做 怎樣去開始都 不是很清楚怎樣去開始這一方面的事情 嗯 其實這個problem solving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會跟學生說 你怎樣做 很落地的 不是先說這些 通常都是有件事 就是有problem 比較簡單 我現在想幾年前做 現在有很多data 在政府放出來 不過其實有放出來 大家用到 其實有problem 定出來 就是永遠都是這樣 接著你說怎樣開始那個project 其實你有個problem 其實就是逐件拆的 因為很簡單來說 我現在有很大量的政府數據 其實當年做dataeducator 我說好 再不買啊 或者這樣說 它全部都是 沒有人keep archive 就是它給你view time data 然後很簡單 我想拿一幫前日的天氣數據 其實拿不到 其實我們在某程度上 我們先看這些問題 接著其實你問一下 technical上的東西 如果你把這些問題 仔細地 仔細地逐件逐件拆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 真的不是那麼複雜 因為你逐件逐件 沒有人跟你說 如果你這樣後 output目標 其實你做不到的 太遠觀就做不到 永遠都是做到 我們學生或者我說 做到的就做什麼 做到的就做什麼 你做完了 你那個project好像上說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用這些data 做些什麼 就寫program 劑齊的data 你還沒想到後面 但你知後面是一定有關係的 所以你就分一面子 其實做一些事情 做到這麼久 發現都夾了很多資料 可能有技術 沒人擺靠 擺靠沒有人贊助 那就找人 其實有一點是見步行步 做一些事情出來的 因為遠景然後check point 或者mildstone 繼續下去 但有時候想定mildstone 定完才去海波做事 其實放棄的了 做不到的 可能做business 不一樣 一定要計上marketing 但如果做volunteer project 不是這樣做義工就有力出力 不是那種一定成不成功的問題 沒有人開了頭是永遠都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不知道做不做到 不知道做不做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贊助 去馬先 做到這麼一刻 我經常有人說 為什麼沒有人贊助 你有沒有做事 你那些做到一點點出來 你有demo有成 大把人舉手支持 其實我這麼多年我看到都是 開頭沒有人來 但是做了三成出來 或者兩成就出來 然後那些人就看到你的東西 然後有人會幫你宣傳 有人會幫你拉起來 其實香港總共來說 都不是每個人都說錢說得那麼重要 有時候你要人幫你 有時候都要出錢 有人出力 有人出技術 你說有沒有人教 做技術的問題 你這些東西有意義的 其實你就這樣上open source conference or open source forum那邊 你問問題 你問什麼技術 或者你可能你問 靠那些 forum 你做的東西是有意義的 其實你舉手卡關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學生都說 不想問 有人回答了 就不會說沒有了 我見到你說 technical 學校沒有人說 但是你就是自己想搞的 其實某程度上你又不用特意有個很厲害的 mentor 因為我有時候我都不能回答學生意 我問你是時候上科林文 就是你上google做一筆文 你想你直接在open source的項目 envolved open source的項目 然後你有issue 就直接在issue的項目 其實是很國際感覺的 而且其實挺過癮的 因為你真的會跟全世界的人可以聊到接觸到 還有會有一個culture去建立一些東西出來 你說learn不 learn 其實我覺得learning就是c 就是由來practical這些skill set 根本上你沒得讀書 我覺得不讀都沒所謂 因為你沒有feary 沒有性好 我有時候的學生他真的一味只有個佣字 就是總之我逐件的拍倒他 我逐件的砌 我要弄到這樣 我很清晰 我們就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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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不斷試 但我有時候忙碌的program 嚇死我 亂了大陸 但是第一round 亂了大陸 不要理他了 那先用力了 用力了 用力了 然後有時間就再執 其實我們做事沒有perfect dancer 我們一年都發現 是iteration 轉一下轉一下 就是慢慢捲著向前走 就是我經常說捲著向前走 所以現在有些人想說l字而已 就是有個fear 你就l字而已 但是你不說l字 其實如果你有個目標很清晰地向前走 你都是捲著向前走的 那你說你們小孩子想玩的 其實沒什麼東西的 可能你簡介有興趣 或者之前有些有些學生 我做小童韓益會 我其實從小玩到大 我看到小童韓益會有些workflow 我只是想這些東西而已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不是求財 如果學生做事不是求財 其實就變成一些叫做nice to have的東西 沒有什麼人弄過的東西 或者沒有人願意放資料去弄的東西 你們都可以發展一下 因為我都是想這些東西的 因為我經常說了一句就是 除了如果你真的求財 你一輩子出去打工 你都是求財的 做些東西 那你現在讀書年代 你也是開波 你也是想求財 那其實不是那麼 就是你沒有了佛 我想說你沒有了佛 那就是這份工作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裏 我的工作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裏 就是經常都可以做一些 比較有意義或者沒有人會去試 沒有人會去試很多不知道行不行的東西 找學生試 自己試 或者有些人跟我們說有個問題 我們不知道行不行 我們就試一下做 那是一個方向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說如果是尋求協助 其實你說怎麼開始 或者project 怎麼set up 那些其實不用來的 很爛的 你看到我都是學生做的事 我認真說是很爛的 Wy那些都爛得飛起來的 他們四個人弄的東西是陷上的 但是做做法要陷的時候就想辦法陷的 你去到那一刻再想想怎樣陷的 但是如果沒有 你說爛爛的東西我們就不做了 那就永遠都做不到的 尤其是學生 你沒有經驗的嘛 你不是一個experience developer 不是一個experience的人 你沒有可能一開波做得很漂亮 或者沒有supervisor就不做 其實沒有supervisor就不做 所有start up都死了 他沒有的 全部都是年輕的start up 不是說那些在大公司跳出來 run start up 但是有很多年輕的start up都是這樣走出來的嘛 你說會不會進步其實是會的 因為如果人想進步 其實你開對我的頭 你憑經驗失去再失去 你再想看別人怎樣做 看Tentplay OpenSort 看多些 到處聊天 其實不會說沒有人教就不進步 說真的我一定沒有人教 這麼多年了那些東西 很確定的 沒有人教的 連上網找個course看看都沒有 我做這些東西 那這些是我的經驗告訴我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你不需要說真的一定要有個guide 但是其實有心有一幫同學一起去磨一下 就是一個人磨就辛苦一些的 我想說 就是一個人磨就很... 就是你看到幾個有興趣 或者就是朋友都有個相同的girl想做些東西 那其實群組成一起去做事 其實就已經夠了 就是學生的角度 我看到 就是做得好一點的學生的東西 通常他們都是peer的那個力量是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熬的 就是你應該這麼覺得 有人覺得是熬的 有時候覺得很享受 你覺得好玩呢 就熬你也不覺得痛了 你知道嗎 那好 真的餓餓 你只要選一件東西你真的喜歡的 要不然你不會grill 就是你家裡有一件東西很想用 很想靜 或者身邊有些人遇到一些東西 你覺得很同情他很想靜 那你就做了 那我就不斷走 OK 那很多謝Tyrus的分享 我想都是summarize 就是說 年輕的朋友裡面 你們有很多的 我想身邊很多的機會 其實你們可以能夠把握一下 盡量就是嘗試 就不要想得太複雜了 還有第二件事 提到就是說 如果有個peer 有個小組在這裡 其實整件事都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遇到一些問題 每一個人去想一想 在不同的角度裡面看 都會幫助很大 也都藉助這些機會裡面 懂得怎樣跟人有個collaboration在這裡 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來的 OK 希望幫到Gordon這位同學 因為我看到Gordon 其實他都很努力 不管是剛才所說的 可能在study讀書的白籌裡面 因為他們的腦裡面都仍然希望能夠 拿到一些成績 或者在不同的大學裡面去 有一些的機會裡面去學習 讀書真是重要的 不過我是同店的解釋 對啦 對啦 對Syrens也給了一些提示 其實有很多事情發生在你自己 你越來越了解到自己的特性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些合適的環境 給自己去發揮 不管是對自己 或者對其他人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在這裡 OK 很感謝Syrens 因為同學有一個分享在這裡 而另一位朋友 其實今天我們裡面說 一方面就是怎麼去帶一些學生 有什麼技能 第二方面呢 因為也是 在商業社會裡面 剛才你其實說了一些點子出來的 有很多朋友 我小心點說話 有一部分的朋友 在工作上面的水分很高的 但是我們實際上 真的會運行一些project 或者做某一件事的嘛 Liona 你會不會其實有些問題 因為我的理解裡面 你跟product management 都有些關聯的 那你是 會不會跟Syrens 一起去取經 怎麼跟一些同事 或者技術型的同事 去溝通 能夠令到那件事做好一些 又或者 怎麼能夠令到大家 feel comfortable work together 避免一些尷尬的情況 這樣好不好 都可以 通常呢 以我所接觸的 就是engine 如果有些東西 他們是認爲太complex 或者他們要改的時候 很麻煩 可能就是要拆個房子 再建一個 他們通常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藉口 或者不知怎麽樣撒走你 其實都正常 我都做過這一課 或者說過我都 因為你說拆不拆 這些真是沒有一次拆定的答案 因為你真的要分析一件事 就是 他跟你說拆樓 其實可能沒有拆樓的 如果你technical 你看你有多強 就是 我都有老闆有成 如果老闆technical是壓得住的 其實他知道怎麼改的 怎麼改 講解細節怎麼改的 其實某程度上 你又很難不做 就是那個男人 這個真的是 兩拆樓來的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technical lead 你很強 其實可以 其實你看局或者architecture 你都知道改了多少 他不能這樣跟你說 我是不是拆樓的 就是這個 這個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認識的 你不認識的 就真的尷尬一些 因為他說是 你又很難說他不是 那這些就真的要決定了 但是這個所謂決定 其實就 我覺得其實是一些 就是 其實應該這樣說 可能就是 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當然說得很厲害 可能他很容易做 可能他做得很簡單 他很容易做 他都會跟你說很難的 正常的 這些都是 基本所有人的玩法 都是這樣 總之我就按一個按鈕 或者我只是comment了一句 我就搞定這件事 我都會跟你說到天花狼鳳 那我做到的時候 就好像很行 那 那這些真的 不要看管理問題 就是 第一其實你不知道這件事 就很難說 但是你知這件事 就應該很清晰的 因為你說你知這件事 其實我只是 一個功能是怎樣 我的功能是怎樣 如果你 overall 你沒有太多細節 你感覺到什麼 你都有計量 但是你不是技巧底 其實你的case 是爛搞的 你一直都說 用一個純管理角度 去管理一個 第二行的事情 就是行外人管 行內人 這個問題 就不是講ID問題 general 你這個是management的技巧 其實這些就是人 就是 威逼利誘 真的 如果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我都認識很多這些 威逼利誘 的玩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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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 你不要理 其實你不用理他 究竟你可不可以達到目標 那 你要做這件事 令到他動的 不用說難還是不難 他肯動的 就是肯動的 其實不是 但是 我以我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些是一些management的技巧 就是 你完全是想一下 喂 就是 因為可能 有時候就是 你不做誰做 或者 總之有時候可能 可能是爭吵一下 就是 哄一下他 或者 那些相似的case 之前是怎樣 用來比一下 來爭吵 但是你說 人家推理 這個 尤其我做公營機構 我天天被人推 天天都被人推 昨天做完 今天都可以推理 一樣樣的 都可以推理 只不過是爭吵 就是 就是 我們是 看比例 看loading 看task 你說你review全部的 我看你review全部 你的task是什麼 還有 為什麼你這樣說review全部 是不是你之前那些做錯 是你的錯 其實你review全部 是你的責任 你不跟spec做 然後你幾個客人對 其實你都 不是那樣東西 那 是不是 對同事 可能對同事公道些 其實review 之前都不是搞 現在都改了 其實這個就看 那個同事聰不聰明 因為同事是很喜歡寫東西的 然後錄音錄影的 開會 有些人做事聰明一點 就會落寶 那我現在是錯的了 但是那個客人這樣點 那 牙不牙耳氣 牙耳氣 又要談一下 那你說有沒有standard answer 去處理這些事情 我覺得真的沒有 就是我現在我整天都是 就是我坐到現在這些位置 今天又在那裡打官司 就是technical 那 不如其實我角度來講 那做technical 我真的會說得舒服一點 就是現在我打官司的事情 很多杯滴滴滴滴 但是那個technical 我真的有個spec 在那裡 你個spec分開了 那其實就不是同事錯了 那其實是個客人的問題 或者說 其實那你客人就客人了 就是這樣說 改都好 那大家知道什麼事會鋸 就是我長得鋸 那些人都會跟你聊天 但是你如果那些事情不是黑白分明的話 其實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你要人吃死貓 吃得多其實 就是你這次屈到他做 但是屈了 喂 現在運工這麼容易 你屈了他幾誤 他都走了 就是我見那些老闆 經常都說 找不到人 或者那些人走得很快 其實不關那個人工 或者那個辛苦事 很多工都很辛苦 就是有些學生做的工 就辛苦得飽了 但是做一輩子都不走 而且人工超低 就是 其實那個case是 就是他開心的嘛 就是他狡猾嘛 就是你剛才你說 改不改 其實你說做manager 其實不是說 就是爺爺屈啊 爺爺邊編 不行 但是你說說道理 還有就是一單人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要去下次 就是你說這次真是危機 那一次是危機的 那一次是危機的 那一次是危機的人就不理你了 那要 就是一字半字沒有 就是如果你真的夾了下去 你要prevent下一次發生 就是保證他會這樣 或者反進 做一些measurement 去搞你會很重要的 就是這是我的見解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說 說IMIT的問題 這個是general的老闆 和下屬聊天的問題 對 OK 那Liona 我想是 回到那個時候 都會 有不同的角度裡面 跟你同事協調一下 各方面的東西 OK 因為我們時間是有限 但是我們 這次真的要請教了 因為今天我們裡面 有兩位mentors 或者叫三位mentors也好 一位是mentee在這裡的 很認真很認真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Cyrus 有些什麼tips給我們 我想假設 我想將它縮窄一點的範圍 如果跟專業領域的人裡面 我們就不特別多說了 反而今天都是圍繞著 那些學生的身份裡面 那究竟今時今日的學生 和之前可能 Roy他們10年前的學生 我想一定程度有個差異在這裡 是 究竟在這個過程裡面 做一些mentoring coaching 有些什麼tips給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 最重點都希望做好一件事 但是我們更加要理解 究竟那個受眾 那些mentee裡面的看法 那方面 可不可以分享多一點點 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這樣說 就是經常都說 Y世代 這樣 其實也有意思 那是真的有不同的 因為老實一點 以前的年輕人沒有那麼矜貴 我經常覺得 就是 就是你罵一下他 頂一下他 其實會瘦一點的 因為被人頂習慣 由家人到學校都頂習的 就是舊一個年代是頂習的 就是你說他畫得金 他可以頂習的 但是現在你相反來說 你 你想畫一下他 或者你真的好像 上一代那種玩法 很狠地去罵人 這些是不行的 因為第一件事 他沒有人罵過他 就是 就是我計算都不是很畫的 現在很多都 所以你說 用舊那套 很鬧性 其實你罵就罵走他 就是那個老闆罵到他轉工 不是很可以的 那 這是第一件 那你說不罵 那就是哄 那又不能夠 你哄你滿足不了所有的東西 就是 你有那麼多東西給他 就是給不完 所以其實現在你會是 感覺上你會有時候是要 就是 就是你適當地 那些不是叫很狠地說 就是 你要在有道理的角度那裡 跟他說 你 就是感覺 喂 你是做錯一件事 那樣的話 這次也幫你做 這次也幫你解決他 但是你不要下次這樣 就是不是說開門就罵他非氣那些 就是這些 某程度上是 舊時可能你罵獲金 然後 不知道幫不幫他 都是幫他先罵獲金 但是你現在不是 第一次你不要罵獲金 就是應該不行的 那還有 有人說受軟不受硬 那 那 都是多了 就是 賺多點 賺多點沒有虧錢的 有時候有這麼說 就是賺人又沒有 沒有錢包輸錢 真的不可以開魅的 他有位做得好 你記得說一下他做得好 那 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得差那些東西 其實就 你看到那件事沒有絕症來 真的 就是如果他做得差那件事 是他的絕症來的 你這樣和他罵他 其實真的會殺死他 那 你要看 你要想一想那件事 就是他沒救了 那沒救的時候 你如果你想留住這個人 或者想這個人幫你做的 這個程度上 你就是不要逼他 你真的要穩定穩定這個位 你做不了 很簡單 我或者同事這樣 他寫不到字 你怎麼叫他寫字 你雖然有7GPT 好很多 沒有就死定了 有些人真的寫到封面 寫不到字 那你真的沒得搞的 你真的要因才 試作的 不是私教的 甚至少 你做Mentaling 都是的 你感覺那個Case 你叫那些學生 現在大做的 你明知道這個 是說不了話 就是你不要逼他出的 那 就是去到盡了 但是這個來講 就是你要某程度上 你不是說一條standard的Baseline 就說你學生就學生 其實是你真的要慢慢照顧 就是聊天 接觸多些 過禮拜見他 淋淋嬸嬸 有時候可能還會是 就是如果我教書 簡單一點 我教書可以看看成績 看看成績的 不是看成績的 就是欣賞 欣賞沒有用的GPA 你就是真的要逐個 subject 去看他的強弱 因為是兩件事 很簡單 Network停止不到 他會死瘋的 GPA高 其實GPA一樣的 有個小子只是Buggen強 其他人只是Nelow強 或者靠強 你不知道他 其實你如果真的想用 那些人用得好一點 其實你是要仔細去檢查一下 就是分體的 因為有時候 你還要去聊天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讀書的人 那有時候會掘到金的 就是好像現在 我最近幾個學生 就是差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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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最outstanding 很重要 入了Amazon 入了成績 那幾個都差點差點差點 有人下班 那其實是下班Ivy Ivy也下班 進了Amazon 就是你沒有辦法 但是其實那個機制 有些是extremely outstanding 就是 但是你掘它出來 但是你只用 就是你用很general的方法去看一件事 其實你發揮不到那個人的長處 那這些是有時候見到很多 我這些地方就比較乖一點 因為我這些地方太多 我現在是五湖四海的 我現在是五湖四海的 就是我不是放一個很general的public exam 然後倒進來的 那我們有很多不同的waves 進來的 大部分都是public exam 玩不成那些 玩不成這個考試遊戲的人進來 其實他玩不成考試遊戲 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是那些問題不一定是 是會影響到他做一個職業訓練 或者做一個叫做專業人士 因為太多了 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人說 有弱點就是克服他 我發現真的不用了 有些位置 去到某些位置你真的不用了 你克服不了就克服不了 就是你說 反而反而是加強他的優點裡面 你將你有的長處 谷到極限 你就會成為一名的一個人 就好像我這樣說 我叫我寫中文 我除了自己的名字寫得好一點之外 我真的寫中文的錯別字 我真的有讀寫 那時候我媽媽就沒得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如果現在驗回來 可能我小時候真的當我有讀寫 那我都是寫中文 我真的寫完自己也看不到 但是沒有關係 我沒有理由去做記者 你明知道自己有個弱點 其實有人說有弱點克服他 其實小朋友說有弱點克服他 但其實我答我的個角度就是 你有弱點你可以看有弱點會不會自明 你有弱點不是自明 你不要理他 你將你的長處谷到極限 你就有路走 你就會成為一個很特別的人在那個存在 這樣 這件事都可以做的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說 有些東西真的很差 我真的語文很差 我數學很差 救了就救了 救不到就有他 這些不會拿你命的 或者我妹妹很差 沒有關係的 人生很長的東西來的 你找到一件東西適合你玩的 你就將你100%的 這樣說我經常都說 你資源不夠 你就將所有資源 搬進去一樣東西 打爆油缸 跟人家鬥過 其他東西你已經犧牲了 他就不管了 你會把他打爆油缸去 那你就可能會突然間很 outstanding 走出來 那這些就是 那些學生為什麼有時候會贏 因為我告訴你 他真的overall 他一定不是winner 那些人 就好像這樣說 我玩到世界冠軍 我玩車玩到世界冠軍 那個學生基本上 其他人全部都不懂 我回答你 其他人連很普通的事情 他都做不行 但是他世界冠軍 但是他就集中了這件事來做 我想剛才你也跟大家分享了 as a mentor 其實對那個學生 或者那個朋友的 mentee 去了解的程度有多深 也都在裡面究竟 在哪個部分裡面 恰當地去鼓勵 有哪些地方能夠 令到那個 mentee裡面 是舒緩得到的 不會覺得 就是因為有少少東西 卡住了在那裡 當然覺得自己好像 停滯不前那樣 那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給一些 mentor 裡面 是要花多少時間的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大家 就試著做一個 volunteer 做一個 mentor 也好 其實要花一個精神 到現在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 跟他們去交流 還有希望真的協助到 能夠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去發揮得到 其實那個心力都要很大 我們自己都要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況 因為我看到那些朋友就說 我沒有理由的 我這麼有經驗 或者是我這樣的身份 還要去哄一些小朋友 我想這個真的要搞清楚 自己 mentor 的身份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很輸尊降貴的情況 不應該做 你留這個機會給其他人 因為大家都希望能夠幫到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 還有黎家子裡面 剛才你也說了 現在是臭兒子年代 應該是個個都在臭兒子 好像自己的兒子那樣臭 是臭兒子人來的 臭兒子工 現在某程度上 真的搞education 你真的要少少臭兒子的感覺 你未必說 如果你上一代那個玩法 是不受的 但是又不會說 你又不能夠完全沒有 你那個地位 那樣東西去 你如果完全不說他又不對 因為你害死他 有些人搞不好 就什麼都哄 這件事我不肯的 你騙他 說他很厲害 到時候他畢業之後就罵你 你賺到我天花勞工 我出來的事都找不到你做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不 現實說 你真的不要做這件事了 你進不了這個行頭 你一定繼續讀上去 或者你做第二份 或者這份適合你做 這份適合你做 真的很清晰 不是說貶他 你一件米漫八件 你要擺自己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你才會走得順一點 這是一個推薦給他 有時候他們不聽你對 那你說他 那就不要了 或者你很權重 很壓下來 是不是真的受呢 都是背景問題 就是背景 我認為他根本不可以走你那一套 就是日人圖 因為傳統可能大家讀書出來 但是現在可能你的 mental 那些其實不是真的 這麼巧讀書的 那你真的要看看他究竟是什麼背景 就是他那樣是對的 就是你叫他繼續讀上去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讀得怎麼樣 又或者這樣說 他是不是應該走下一些 很簡單的正經 我們就很正經 我們進來我們就是skill的 就是做事 讀不讀沒有所謂 就是你想讀就繼續讀 但是我們就很focus 總之我make sure你有餐飯 你跟著我們玩 一定有飯吃 那這個是我這邊做的事情 ok 那另外一樣東西 剛才說了mentorers裡面 不管人心態 行為 或者對那些mentorers 了解的程度 那另外一樣東西 雖然我們知道 現在那些年輕人的特性 各方面的東西 和以往有個差別在 如果反過來講 反過來講 你有什麼建議給那些mentorers 其實他有機會 跟一些不同的mentorers 去接觸或者交流的情況之下 對他來講 他更加有得著在這裡 能夠幫到他 有什麼行為上 或者在那個思維上面 他們應該要適當地去處理一下 如果對一些mentorers來講 等於好像你們的學生來講 他們自己有什麼心態 行為態度 其實對整件事來講 那個幫助會更大呢 會不會有些分享 其實你說小孩子 小孩子如果想拿到東西 就是怎樣說 小孩子拿到在經驗的人身上 第一件事是 立州認真說 給點尊重 小朋友對著大人 你想大人給你 感覺到的 有時候不是說小器不小器 我現在在派東西 我派給誰可以的 是不是 如果你令到派東西給你 那個人覺得你要不要 沒有所謂 其實你就拿不到 就是這樣說 我現在在教你東西 你是這樣的態度 我不管你 我教過想學的 這就是一件事 你有沒有想在那個人身上 人家會很容易感覺到 大人和弟弟很容易感覺到 你對他 你尊不尊重 或者你覺得他有價值得很好 可以這樣說 你不用裝作 你真的覺得他不值得 你就不值得 但是如果你有價值 就麻煩你 有不值得給他一點尊重 就是你確實 你很尊重老人家 小朋友 你真的怎麼說 怎麼都帶你十二八年了 基本上禮貌 不要放飛機 盡時 這些基礎 還有 應該這樣 小朋友 有時候我都會省 我省就很合理 我剛剛說完你又不問 那些我們一定會省的 我一定會省的 因為這些我不接受 但是這件事 其實是對於那個speaker 很不尊重 還有其實我們做職業訓練 就是 老闆剛跟你說完 你又馬上問你 不是吧 那這些上班都是死的 那我 你會知道 有些事情其實是 你對著一些成年人 或者對著一些 其實應該這樣 你現在你的面對方 都是公司人 就是老闆 那其實 作為一個 作為管理的人 其實他都是想用回 一個 就是不是說老闆 都是想 讓你看 其實如果 應該這樣說 他如果令你 career想 其實我們都很清晰 那你們的menta 都是想學生career好 如果想你career好 其實某程度上 會用回老闆對下屬 那個感官 去跟你聊天 就是我給一個提提 如果真的想你career好 就不會當你是兒子 就是當你是兒子或親戚 朋友 那對你不好 這些真的對你不好 因為你學不到東西 就是如果他想對你好 可能你會接手一件事 可能你小孩會說 這樣跟我說話 這樣困難 這樣約我 就是 我回答你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 business的人 就是這樣約你的了 寄個meeting request 就不講下文的了 那是不是很正常 那還有老闆 就是忙的嘛 因為你遷就 就是你說我都要遷就你 其實你覺得 你感覺一件事 這件事是很幫到你 尤其我都很肯定 你們這個會是很幫到你學生的 因為我的學生 進入他們這個menta group 都真的有變化 尤其是Aaron那幾個 是很厲害的 現在 是肯定有value 不過我不知道我最近還沒有學生 跟你們玩 我想最近應該沒有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裡是這件事 因為你們這個community 相對上是很商業 就是可以有一些 你從小時候 其實真的要學的 就是你將來你想去上到那些level 你就早一點接觸這些人的 communication 溝通方法 就不要說 說為什麼這樣 對我 我覺得這麼傻傻的 就是你對著這個level的人 就是這樣對著你的 但是密集一點就要接受這些東西的 不是叫做臭老闆的 其實我覺得對你們很仁慈的 就是很nice的 不過 要習慣一些 因為有時候我的小朋友 不是很習慣你們這些 就是老闆級的人的方式 但是你們要學 OK 很多謝你 我想這次有機會聽到我們今天這個分享裡面的朋友 不管他的身份 可能是一個mentor 或者是一些mentor 也好 大家都會 我想叫做 不是叫量解 會考慮到大家不同的角色裡面 究竟做哪一件事出來 或者為什麼會做那件事出來 希望得到一個最好的result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before我們是完之前 其實我也想問一問 Syris 你有什麼特別的呼籲呢 因為你的身份真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認識這麼多人之中 很少人在那個 我想叫做教育方面 技術的層面 mentoring方面 能夠這麼容易 不是很容易 這麼有效的 整合了幾方面的元素裡面 而在那個個人的工作方面 又或者對一些學生 有這麼大的impact在那裡 你可不可以給一個 insight 告訴我 究竟是你這個類型的人 你是怎麼看自己 或者未來裡面 在那個社會上面 是不是要更加多 好像你這樣的類型的人士出來 對大家才會有更大的幫助 會不會用你的角度裡面 看一看 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這類人是少的 因為在我身邊都認識很少的 就是外國有幾個這些人 我都朋友在一起聊天 就是要很technical 而是做教育的 其實不是這麼common的 因為尤其是如果你在大學 你做research 你未必會好像我這樣做那麼多 我找不到寫不到 paper的東西 就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 就是我 我覺得我的parfer 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撞撞撞撞撞回來 我沒有想過會 因為其實不common的 你在學校找個Microsoft MVP都少 就是我沒有任何的business 我是zero profit 我每一家我都是zero profit的 我只是拿的 我give and take 我只是take 這麼多年都是take 但是其實我發現他們真的沒有所謂 因為學校其實大公司都是很支援education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學校的人 你真是work with community work with render 那你真是投資 就是你真是focus on render tech 那其實是 為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很對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開這些course 那我就真是很focus在tech 但是就是technical college 就是有這樣的design 所以就會有一個這樣的background 給我出來 我本身就是做technical 那如果有第二個出現是好 就是我的感覺 不過不是這麼 就是可能背景問題 就是你現在大學 大學就paper很重要 你技術學院 那又不是每個同事都會 你本身的technical那麼有興趣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興趣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本身就很喜歡寫program 我寫program 就是一個興趣 所以我才會搞了很多古怪的東西出來 不過其實如果肯有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興趣 放進去工作裡 然後再剛好有這樣的background 可以做一些社會的contribution 其實你就會可以走到我這個路 不過就不多 就是我現實說我覺得 不會有我這樣的背景 就是這麼容易出現 不過我覺得就算 如果你真的做education 你本身的technical好一點 是一定有意義 因為就算你什麼都好 因為現在都是真的skill first 現在不可能說真的 100%fearly 跟著叫公司照顧 是這件事是社會上 某程度上是不太負責任的 因為現在搞教育 因為現在 就是你對學生來說 你都想你的學生 畢業之後 那條路好一點 就是如果你還是 就是搞教育 還是全部都是搞一些找不到事情做的 唯有讀書高的 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我的個人概念 我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我肯定有一件事 我可能都會有些fearly說 但其實我要肯定他有飯吃 這個是我的宗旨 所以某程度上 因為我有這個宗旨 我就會這樣發展 我自己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讀完這件事出來 嘩這樣的 讀完出來找不到 就是我讀的東西和我做的 我真的很少的relation 只有那10-20% 我讀了幾年 我都覺得很無聊 我就不想有這樣的事情 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某程度上 我就開了 就是我搞了自己的課程 我開了 就變成一個 highly practical的skill課程 就是我做了這些事情 但希望多些人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這樣做才會對社會好 OK 好多謝Thyrex今天的時間 我們下次有機會 可能再邀請你上來 和我們分享其他不同的範疇 特別是和技術有關的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多謝各位朋友的參與 OK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